大家好,我是这里闪电 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氏三姐妹 宋美玲,最美不过黄昏恋 就在宋庆龄在大陆受到尊敬和爱戴的时候 曾经风光一时的宋美玲却要开始重新适应偏远海岛的生活 对她而言,最大的安慰恐怕是由蒋介石陪在身边 曾经强烈反对中美合作的宋庆龄 在1940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 她说,蒋介石和宋美玲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 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 美玲真心诚意地爱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 如果没有美玲,蒋会变得更糟糕 宋庆龄还一再强调,她妹妹对蒋介石的影响很大 1950年1月,苏美玲从纽约前往台湾 这个风景优美,气候温暖的小岛在日本几十年的统治下 经济上基本达到了自给自足 开罗会议期间达成的协议中明文规定 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这是蒋介石在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功 但她没想到,自己所争取来的竟然是自己最后的逃亡之所 台湾原本并不欢迎国民党的到来 但是蒋介石最终以武力征服了台湾 先行抵达台北的国防部部长陈诚 原本安排蒋介石入驻前总督府,被蒋拒绝了 而是住进距离台北城北八英里处的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的招待所 苏美玲也来到这里,她一心认为 一个百废待兴的新海岛需要一个女主人来主持家政 但是她敏锐地感觉到,她渐渐被人嫌为多余的人了 就在苏美玲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蒋经国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私人助手 又升为台湾国防部政治局局长 她在大陆时候的底层工作经验为她积累了资历和能力 到现在,她终于要开始大干一场了 宋美玲十分紧张 她还没有习惯退居幕后 更是不习惯被人顶替下去 尤其不甘心那个人还是她的继子 小美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 她开始学画以排遣寂寞 但是她却无法在那些花草画中找到曾经的荣耀 台湾的气氛让她倍感压抑 1952年8月,她再次离开台湾前去纽约 同从前一样投奔自己亲爱的大姐宋爱玲 到1953年3月,她才回到台湾 满心以为自己长久的缺席会换来隆重的欢迎 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蒋经国已经接到了去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做客的邀请 华盛顿对这位台湾的官二代颇为重视 而这个待遇 宋美玲自1943年起就没有享受到了 此后 每当宋美玲离台访美一次 蒋经国就会得到一次大的提升 似乎是在特意躲避着宋美玲 但是正因为这样宋美玲更生气 当知道蒋经国已经进入总统内阁后 宋美玲终于下定决心 从美国回到台北 遗弃住了六年 蒋介石已经过了七十大手 这个曾经的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如今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 宋美玲却不大愿意太早被贴上老太太的标签 她总是不断地往小里修改自己的年纪 并且每天化妆 如果没化好妆梳好头 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其他人的 对于容貌上的先天不足和日渐衰老 宋美玲只有依赖化妆品来弥补和遮盖 但是对体重她不用这么费心 她一生都控制得格外好 她的侍从说 由于她对自己身材的保养格外重视 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称自己的体重 只要稍微发觉自己的体重重了些 她的菜单马上随之更改 立刻改吃一些青菜沙拉 不吃任何荤的食物 假如体重恢复到标准以内的话 她有时会吃一块牛排 并且宋美玲非常喜欢吃有骨头的食物 也不吃肉多的部分 单单喜欢啃骨头 比如鸡翅膀鸡爪子之类的东西 是不是这类食品吃了不会使人发胖 就无从考证了 而且早年 她为了控制体重 曾经常吸烟 蒋介石是不喜欢闻到烟味的 更不允许人们在她面前抽烟 所以宋美玲为了尊重夫君 就在自己的书房里边抽 这个为身材而抽烟的习惯 大概只维持了几年 到蒋介石去世后 宋美玲也戒掉了这个习惯 暮年的蒋介石和宋美玲 越发亲密起来 蒋介石的生活习惯 十分有中国传统特色 而宋美玲则是一个 被完全西化了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两人的生活观念太不一致 但是他们却渐渐把步伐 调成一致的频率 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无论春夏秋冬 每天凌晨五点左右 蒋介石便穿着睡衣起床了 而此时 夜猫子宋美玲还在熟睡中 蒋介石便拿着一支 钢笔形的小手电筒 借着微弱的灯光 轻手轻脚摸索着走进 灌洗间洗漱 不敢惊动宋美玲 随后她修身 写日记 看报用早饭 九点过后 蒋介石便更衣着装 吩咐备车去总统府上班 工作到下午一点多才下班 等她回家时 宋美玲也一起床 并梳理完毕 等蒋介石一起吃午饭 蒋介石的中午饭 是地道的中国特色 品种较多 每样菜肴都烧得很烂 并都加进鸡汤做调味品 餐桌上有几样菜肴是必备的 一是腌咸笋和芝麻酱 二是一碗不腻的鸡汤 三是黄浦蛋 这道菜用料简单 用两到三个鸡蛋打开拌匀 撒上少许的香葱花和精盐 放在大火烧热的锅中 在废油中煎炒片刻迅速起锅 香味四溢 蒋介石自青年起 就对此百吃不厌 而宋美玲的午餐是西方特色 其中生菜沙拉是必备的 每每蒋介石 见她吃得津津有味 便会戏谑一番 你真是前世羊头的胎 怎么这样爱吃草呢 宋美玲往往回敬一句 你把咸笋蘸上黑黑的芝麻酱 又有什么好吃的呢 老两口喜欢相互吐槽 这也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的感情迷深 中饭之后 蒋介石便回到卧室睡一小觉 午觉醒来稍作惯喜 便走到户外散散步 然后回到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 而后开始办公 如有重要的外宿活动 她也会利用这段时间 在官邸接见会晤 这些活动完了之后 蒋介石夫妇会坐在一起喝下午茶 傍晚时分 倘若苏美玲有兴致 蒋介石会和她一起乘车出去兜兜风 两人像一对年轻的情侣一样 常养于郊外田园 海滨渔港 空谷森林 新鲜的空气 宜人的美景 往往令他们 桃然自醉 流连忘返 晚上 蒋介石陪着宋美玲 看最新的电影 或者电视连续剧 不管剧情的发展如何 一到八点左右 蒋介石就会举手示意 停 随即起身 对宋美玲说 我不看了 放音员马上停机 并坐上记号 以便蒋介石隔日再接着看 宋美玲则说 你不看了呀 很好看嘛 好那我们继续看 晚安 蒋介石一起身 在场的人员除宋美玲外 大家都起立 目送蒋介石离开 蒋介石洗漱休息了 宋美玲则要看到凌晨才过瘾 简单的生活日复一日 就在这繁琐的重复中 两人却像重新互相认识一样 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 他们极少争吵 相濡以沫 共同扶持着走过最后的岁月 人算不如天算 蒋介石自年轻时起 就注意养生 身体十分健康 本来完全有希望活过百岁 却没有想到 因为一场车祸 落下了致命伤 那是在1969年7月 蒋介石夫妇像往年一样 到了夏天 就从士林关底 搬到阳明山关底避暑 出行时有前导车开路 随从车载后跟随 蒋介石夫妇坐在中间的专车里 本来都以为万无一失 不料陆遇一辆急迟的军用吉普车 迎面驶来 眼看就要相撞 前导车本能的急刹车 蒋介石的专车司机却反应不及 猛力撞上了前车车尾 蒋介石当时跟宋美玲正说笑 怎会想到出这样的大事故 他握着的拐杖猛地撞到了胸口 整个人也向前冲去 撞到和司机座之间的玻璃隔板上 苏美玲的双膝也一下子撞在了玻璃隔板上 曾经历过重庆炮火的他 也不由地立声高喊 救命啊 幸好随从车及时刹车 避免了二度伤害 工作人员 连忙把受重伤的蒋介石扶服送往医院 经检查 蒋介石心脏受伤 身体也迅速衰弱 苏美玲的腿伤则伴随了他终身 1975年4月5日深夜 蒋介石在大雨滂沱中撒手人士 终年87岁 蒋介石去世后的施林官邸 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气氛显得格外凄凉 苏美玲决定离开这个 让他时时刻刻都会触景伤情的地方 1975年9月 苏美玲离台赴美前夕发表 《书免全体国人》一文 文中说 在48个春秋里 与与总统相守相眠 每日早晚总统携鱼并肩祷告读经莫斯 现在读树一幅笑容之遗诏 闭目坐静倒 室内沉寂 耳寂如闻生开 与感觉依乃健在 并随时在我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